民众专注的开着大货车 辽历县政府原名处为了让县内的原住民族人 多证兆多就业机会 创造自我价值与能力 从6月26日开办原住民大货课车职业司机训练班 为期一个月的课程训练后 30日在教训班办理了节训仪式 让我们的乡亲能够多取得这样的专场 在他们的就业上就会比较方便 改善他们的生活环境 这次有30位苗栗县内的原住民族人报名参与 在经过49小时的课程训练后 共有26位学员考取证照 还有专职家庭主妇也来报考 希望能有个工作经验也能增加收入 要多一点就有机会 来增加收入 对 那你这次考到了那心情 很高兴 而多位考取证照的学员们 有了一技之长 并能学以之用 未来县府运营处也会协助寻找就业管道 提供就业资讯 接下来我们在565苗栗头采访不到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